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泰国是一个国家临近中国 它四周环海 到处有丰富的资源 它的地理位置于东南亚 东南亚除了泰国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泰国的首都在曼谷 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 很多人都选择在假期的时候 去泰国旅游 因为那里风景优美 并且价格实惠 东阴公汤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泰国美食 它尝起来酸酸辣辣的 有很多海鲜在里面 由于泰国四周环海 那里的海鲜非常的丰盛 如果你去泰国的海边 你可以选择玩冲浪 因为那里的冲浪也是非常著名的 在泰国 人们会选择去海岛上旅游 其中非常有名的海岛的名字叫 苏美岛 在泰国 那里的人们通常讲泰语 但是他们也可以讲英语或者中文 泰国是一个宗教国家 你可以见到很多的寺庙 它们金碧辉煌 充满着宗教的美感 在学习了那么多知识之后 让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吧 Let's start a little bit 第一题 泰国最火的小吃有什么? What are the most famous dishes in Thailand? 第二题 泰国说什么语言? What language is spoken in Thailand? 第三题 泰国的首都在哪里? Where is the capital of Thailand? 现在由你来讲讲看吧 Now it's your turn to talk 你想去泰国度假吗? 你最感兴趣什么项目呀? Do you want to go to Thailand? What project are you most interested in?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每次预讲 我们下回再见